那個大閘哪個鬼道呢 這裡不是很清楚 看看 完成網路要後來解鎖 怎麼搞的 進入神殿地下室 什麼要升智力才能開 不知道怎麼開 沒辦法就要用其他方法 真的要用斜 吃屎仔 這部車也是一部極脆弱 你們的聲音很厲害 我現在就是廢 好 好奇怪 為什麼開了門 好 進去 好 看不到 你看錯了 扔菠蘿 嘩 嘩 嘩 想扔石子 傻子 嘩 神經病 嘩 他還在調查 這部車真的 我這部車沒有改 很難搞 看一看 看一看 現在開始都很難玩 噢 照偷你這次 應該怎麼辦 嘩 那些人巡邏 多得不得了 想潛入 難得瘋 想引人 玩什麼都很難 要想一想 沒有思考 盲勇是不行的 起碼十幾二十個人 過去這邊看看 有沒有什麼機會 嘩 這樣也看到 這裡只有一個人 其實正門 是不是可以攻進去 在這裡趁這個機會 可能是有機會 反正正面突破 從正門進攻 一屎 喂 沒事 哪裡 你 滾 好 好 好 機會來了 好 機會來了 好 快 傻子們 等著 好緊張 好 完成網路 妖 後來解鎖 又是要網路 妖後 哪裡 鬼道 不過要先確定 這裡是安全 有一個人暈了 你不要進神殿 警告你們 嘩 好害怕 千萬不要看進來 契弟 這些是電動門 好 暫時這裡好像沒事 因為這是主神殿 嘩 外面的人看到 嘩 他想進來 嚴重 What the 嘩 好害怕 什麼聲音 刺馬筋 膽戰心經 他沒有進來 好 不讓你進 正蠢 好 夠夠夠 嘩 什麼事 什麼聲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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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內部 全取權限 然後呢 嘩 小心啊 嘩 嘩 好害怕啊 這傢伙 他沒有上來 沒有上來 他是不是走上來 他已經走 好 現在就知道了 這裡有千絲萬縷 要玩電流迷宮 嘩 總算有點眉目 就是要在裡面玩電流迷宮 好 通了電 好 解鎖一道 這裡有卡住的問題 好 搞定 好 然後又通了 好害怕啊 大哥 喂 好 跟著啊 好 這裡通了 可以 這個啊 看看 最討厭玩電流迷宮 這裡要怎麼通 這個 動不動啊 這個也動不動 怎麼動啊 神經病 因為 奇怪 下面那塊要三塊通電才行 下面那塊要三塊通電才行 下面那塊要兩塊通電才能碰到 下面那塊要兩塊通電才能碰到 哇 這麼複雜 這麼複雜 低能啊 好像沒有一個方法搞得通 是不是要先搞這裡那些 大哥 但問題我是很害怕的 大哥 神經病 有幾十萬個電流迷宮 在這裡搞 哇 沒事 嚇得我 噢 電了 好 好 解鎖 一路 但是這裡又卡住 好 現在通了 搞定 神經病 接著呢 嘟嘟 嘟嘟 通電 接著 有時候要這樣動幾次 好 那就通電了 通到哪裡 好害怕 哇 大哥 哪個嘴巴都看著 神經病 好 通過一邊 通過兩邊 接著呢 搞定 神經病 通到了 不行 還有一邊的電流還沒通過 但是很害怕 經常一走出去死 大哥 哪個嘴巴經常都看著 好可憐 嘩 神經病 搞定了 完成什麼網路連線 還沒連到嗎 搞定了 好搞定了 一定是說吉米的電梯 叮叮叮叮叮叮 我解鎖了 哈哈哈 真的 好 我要進去聖堂了 先拍照 歡迎來到邪教第五派 公祝你有優遠的心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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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重新工夫 來啊 我沒有用車都會贏 你看這些 真的是厲害 嘩 哇 白癡啊 原來要走過去 不是要可以遊頭玩 是嗎 低能嗎?這傢伙不是很喜歡跳的那些打關斗嗎? 嘩! 低能極速過關有沒有可能? 極速吧 總之就是拿CDQ正門突入 真是刺馬筋,總之衝過去按電梯,誰知道嗎? 又要有人在這裡看著 難得我玩得這麼厲害,可以極速地衝進去 正面突破這一下才厲害 那個車門也不知道,如果在車房是不是可以直接進去地下室 其實我也不知道 很划算啊,混蛋 唉! 有時候用槍也很麻煩 什麼低能力沒有人有,誰知道嗎? 誰知道升降機這麼高 我想要走樓梯還是怎樣慢慢走下去? 誰知道一跳下去就跳到這麼... 直達地深 根本沒有人知道啊 按了下去就有些天國的階梯還是怎樣 磁馬筋 我想要跳下去比較有趣啊 這遊戲不是要你小心 沒用 膽大心細 哪裏可以看到呢? 玻璃門? 過來吧,木嘴 嘩嘩嘩嘩嘩 更厲害啊 划算啊 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好 如果是Hitman我一定賣了這條市 已經不慎不知鬼不覺 嘩嘩嘩嘩嘩 嘩 朋友 唉 為什麼啊 大哥 控制 這是DEDSEC 送我的車子 什麼DEDSEC 他又會知道我的名字 收檔啊 很白癡 為什麼他會知道啊 大哥 不要說那麼多 我一開始拿了那個CDK 之後馬上衝回去正門 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好 去去去去 好 拿那個CDK是王道 一定要這樣做 唯一最快的方法就是這樣 乾爹別吵 手扔我做任務 不要在那裡握手 不要在那裡握手 到那裡握手 哇這傻子 噁啊 好 勒乖安排 拿CDK 不用說那麼多話 搞定 現在在正面突破 最麻煩是要再玩電流迷宮 正門很多人,是不是要做什麼引開那些傢伴 傻子們 這裡很吵啊 古靈精怪 這裡又有契弟 他找到一條屍 過去那邊,搜索吧 那邊有問題 四處找吧,過去走 對 兵方萬亂 繼續找吧,找吧,到處都是草木皆兵 他們聰明 其實這個AI也聰明,才進屋 搜尋 嘩,他這次進屋 死小子 等一下 等一下 現在正門有幾個人呢 兩個 走了,小心啊 這裡有兩個人,不可能同時擊破 多厲害也好 過去吧 好 這邊 過去吧 為什麼他遮蓋我,不能控制那件事啊 大哥 好愚蠢 剛剛引開了兩個人 好 過去吧,契弟 但是 他過去了,是不是可以有機會 干擾機會 好怕啊,大哥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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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 嘩,他在幹嘛擴增援 癡媽根 嘩,嚴重 好怕啊 好 好 他看不看得到我 他在射我啊 問好問好 傻子 神偷蝶影 正蠢才 嘩,接下來啊 這個木嘴 好怕啊 收檔啦 啊,打馬仔 誰叫他多士啊 好 嘩,好像聽到腳步聲 好怕 喂,來了 好 嘩,不要叫我來 嘩嘴 警告你啊 嘩,沒用 沒有啊,沒有啊 沒有啊,沒有人啊 失陪啦 什麼遊天黑啊 跳下去學英文 鬼知道嗎 只要最後一次不行就算 其實一定是這樣 最快 拿CDK 然後怎樣引走那些人 剛剛為什麼會被人知道 他上來 有沒有什麼聲啊 大哥 那我一鑊炸死那些木嘴 神射槍法 Hack入能力 有沒有什麼好Hack 增加追隨者發現 沒什麼用啊 都能獲得 這些電多些 就不是太有用的 這些油 等等,這些 什麼炸藥 好啊 這些也有用的 什麼啊 他說我還沒開發這個 好啊 搞定啊 然後就開學 好 本身已經贏了食屎仔 又沒開得 又要學 還有什麼可以升啊 流動攻擊 好 好啊 機器人流動 現在都沒有機器人 隨便 不知道 求鬼旗 看一下 要贏的就是會贏 要 看你好不好 剛剛好彩 馬上衝進去 很多人 現在人太多 我剛剛為什麼成功 好像又有用的 斜妖 亂了 好像瘋了 現在又黃昏 不用說這麼多 拿CT key 先再說 什麼都不用說 哇 還要說 別吵啊 唉 好白癡 什麼OT 什麼 社交啊 社交 好 通過一個 應該怎麼搞呢? 死小子 好難看 不要吐,嚇鬼人 碰到了 抓到了吧 看這邊是否通了 接到這邊 嘩,很害怕,神經病 很害怕又死一次 這裡是空的一邊 這裡最複雜 神經病 嘩,嘩 嚇得我 大佬 不要進來 靠嘴 求神拜佛 嘩,大佬 哪裡 刺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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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逼我啊 大哥 嘩 死小子 刺貓 刺貓 這群人 這群人是要逼我啊 這群人死青光 我告訴你 逼了 嘩 丟菠蘿 啊 明天再玩 神經病 為什麼 MASER駛出去 看不到 啊 大佬 啊 來到這群人 明天再玩 神經病 神經病 今天這篇文章是藍骨子所寫的 請問你的名字是誰? 穿著黑裙套裝的女生有禮貌地問 我的忌恩是大紅的朋友 我就鬆一下肩膀,弄你髒的西裝 請進 我的忌恩,今年已經30歲了 今天出席了一個大紅的葬禮 大紅先生遇上交通意外死 三天前我接到一個這樣的電話 通知大紅的死室,應該是警察 地方沒有報上名例,是那把陌生的聲音 不知為什麼一丁都不救他 我正想詢問的時候,對方就剪了線 直至昨天,剛剛 去到靈堂我才看到大紅的黑白相 我才相信這個不是惡作腳 場內的人比我想像中多 在禮儀絲的引渡下 每個人親疏的次序 跟著這個次序就幫大紅裝香 而升完筆之後,我四處找熟悉的臉孔 第一個找到的是阿福 雖然我不懂牌子 但相比我那套位,老豆借來的舊西裝阿福 穿了西裝,剪裁好多 一看就知道是名牌 很久沒見了阿福 之後我就這樣跟他說 阿福就說 很久沒見了,好像二十年了 看見阿福 我都想起 我都想起慣常以前 握著拳頭,咬他的頭 但意識到這些是很無禮貌的事 所以就制止了 那麼多年沒見阿福 就在想著,好像身上不同空間 這樣,那麼陌生 小學畢業之後 我就跟阿福沒有見面了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在媽媽的雜貨店做事 阿福都沒有出現過 我沒有怪他 因為大過我明白到 這個社會是用金錢的多寡來分階級 我跟阿福一開始就處於不同階級 以前在他手上搶來的漫畫 弄壞的模型和遊戲機 只不過是零用錢一小部分 對現在來說更加不值一提 話說以前 經常黏在一起的伴侶 就是了 戴紅一個經常來雜貨店 很探望我 和我分享他工作面試的慘況 我每次都在笑他 有時戴紅會在便利店買個飯 來找我 之後我就說 喂,又壞了是interview 看著他落幕的身影 我就問 戴紅就說 哎呀,慘不忍道 你真是沒有鬼用的 我就笑他 有一次 我趁他去廁所的時候 把他的飯盒吃光 那次之後 戴紅總會買兩個飯盒 我一集貨店拿兩支波子汽水 跟著我們以前 我會去以前 經常玩個空地 那幾條大水館吃晚餐 以前我經常當戴紅是欺負對象 我會去嘲笑他為樂 但過了之後 我都經常在嘲笑他 現在戴紅死了 我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 阿福跟我談了一陣 有個口甜善滑的人 口中說一些好事 但在他的眼神 我就知道 是有錢人 看窮人的 卑鄙眼神 對啦 很久沒跟你見面 跟你介紹我老婆 你們都很久沒見面了 阿福就突然抓了我去一邊 眼前出現了一個身影 他只是小學和我 春服慘敬 得很興起 他看見我和阿福走近 就停了對話 鄭兒 很難以置信地看著阿福 這是你老婆 阿福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 鄭兒呢 都在尷尬笑 鄭兒在一個很可怕的女日 在小學時期 我學下霸王 鄭兒暗中 要我幫他擺平幾個 找他麻煩 女同學報酬 做我一個星期女朋友 後來又看中出木材 讀書的才能 你用他呀 幫他考試出貨 報酬是什麼我就不得而知了 本來鄭兒對大紅有意思的 所以無論大紅 怎樣熱烈追求 他都沒有正面拒絕 因為他擁有幾乎萬能的叮噹 但是某一次 和大家一起去未來世界冒險之後 他似乎想通 在未來世界 叮噹只是一隻隨處可見的機械 旅人 每個家庭都有 唯獨是金錢 才能買到其他擁有不到的東西 無論古代 現代 未來 這些不變的法則 在去榮心區史下 他選了阿福 然後鄭兒就問 對啦 叮噹呢 我一直都找不到他 我四處看 這個時候阿福在看 不要管這些 我們要坐飛機去美國 有會要開 然後他就 說完之後 他跟鄭兒就走了 之後就有一輛靚車 林寶等著他 接著 慣例 遺體會即日火化 我一直等到所有儀式結束 大紅的家人都邀請我到他的家庭 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進大紅的家庭 去到大紅的家庭之後 我提出這個要求 他爸爸媽媽就說 可以 我進到大紅的家庭 我都沒有看到叮噹 房間裝修不便 只是牆上 有個巢頭的西裝 桌上多了幾本 球證指南的書 就是這樣 我打開一本書 裡面就 有時光機 還有時光隧道 我難道可以救大紅 因為這個老海的想法 我已經跳下去時光機了 原來上一次使用的是三天前 就是大紅出意外那天 使用者 也給大紅 難道大紅沒有死 只要坐時光機去其他地方 我深深呼吸一口氣 坐上一次目的地的按這個按鈕 時光機就運作起來 四周的景色已高速我求退 最臭一切被白光 閹門 即是一個故事 就說大紅可能頂不住 就自殺死了 這樣 對不對 今天差不多 明天可以順利打倒這個邪教任 不要說明天再見 就是這樣 完